大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的复苏 带动了两岸经贸的历史的增长 去年两岸的贸易额达到2600亿美元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第一次超过2000亿美元的大关 台湾在两岸贸易中获取的顺差 去年达到了1400亿美元 今年1到5月份 两岸的贸易同比增长了35% 我们现在初步的可以看到 今年的两岸贸易额是有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的大关 这说明两岸的经济的融合的发展 联系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也说明两岸经济也不可能脱钩 而且会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